在这里整理整理 今天观望掌听 欢迎收看镖谷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最后两天 为什么最后两天呢 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 那个千亿级的ETF 1750亿的00940 下礼拜就要挂牌了 这两天就是他们最后布局的机会 建立基本持股的机会了 但是这些高股息成分股 真的有这么神吗 真的就像市场上所说的风唤雨 江湖有难 对不对 这个江湖旧集 来护驾吗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其实今天大盘 你可以看到一点 第一个 最强势的在哪里 在红海 你看红海这一波 大涨了五成 外资上开181块钱 为什么红海在这里能够大涨五成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除了GP200新架构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 这个大家要去思索的 那你外资上开181块钱 坦白来讲 我 不会带你去买红海 我不会带你去买红海 因为这个已经大涨五成了 当然 我们以线型上面来看 它沿着短期均线往上走 你可以看到电脑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电脑这个部分 这个沿着短期均线往上走 你只要不跌破这个均线 你是做多没有错 但是呢 我为什么跟你讲 我说你现在去买 我不会带你去做这个红海 因为你现在做 你的利润是有限的 你的利润是有限的 来 高股息ETF 这里面我帮大家整理很多了 这份资料其实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里面做交叉比对 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 那即便是00939 940这些股票 他们之前还要面对 像00900 00907 00915 00918 00919 00930 这些细出同门的高股息ETF 其实都是他们的敌人 因为高股息ETF 成分股过度集中 你买我倒给你 所以你能不能做价差 这个各位自理身处 你看看我跟你讲的心象就好 我不会带你去买这个 我不会带你追在这里 00940要追在这里 我跟你讲说 你不能追 理由很简单 915买这里 934买这里 那你买在这里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直跌 那跌到这里来 今天直吻 3293星象 今天直吻 但是我觉得够了 在这里 我不会带你这个地方大买了 不会了 各位懂的意思吗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这里突破 在这里突破往上的 贴着这个短期金线 你这一段转的才是大波段的 那我也跟各位讲 你看小子00939欧印的人 会做不会做 真的差很多 我跟大家讲 你要记得一点 市场上永远 有人比你早知道 所以看欧印00939的人 现在是不是很紧张 那欣欣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00939成分股 你跟着我来 我带着你做 你是不是轻轻松松的18% 赚在口袋里面 各位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我们当时的逻辑 我说00939 他买的成分股 有跟大家重叠的 有位阶高的 有位阶低的 星星就是位阶低的 就是投信持股比较低的 是不是投信持股部位很低 各位 撒下来位阶低 投信的部位很低 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去买 整理完毕 有机会上涨的股票 各位 173这个地方买轻松松的 从173涨到204 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这个磐式 不要管00940 是不是江湖救急 你要先救救自己 那怎么救 我也告诉大家 很简单一点 不会做的 跟着我做 来 再来 星星长到这个地方来 我告诉大家 有没有记不记得 有跟各位讲神机 有没有 一样是00940 成分股神机 我说我3月19号 带你去买 我带你做价差 有没有记不记得 3月19号去买 因为它整理完毕 它整理完毕之后在这里 投信它要去买 而且它持股 还OK 没有很多 那你看看 买完是不是20号 隔天就涨停板 一样是高股息ETF的 是不是 然后 我获利出掉 杀下来 平盘下 145再买 我低档买 隔天涨停板 我出掉 杀下来 我平盘下 再带你买 上礼拜五 礼拜一 一开盘 即拉151.5 全速获利入带 为什么 我说不能参加除息 网路上 有一些老师告诉你说什么 带你全力重压 3005参加除息 赶快 带all in 各位 你参加除息今天直接先送你7% 3.07 这3.05神机 你参加神机除息的今天直接就送你7% 贴息 你不用讲说 我带你两次漂亮操作路再放口袋 我买完隔天涨停板 出掉 压回再买 再获利出 不能除息 各位 两次漂亮的操作 所以成分股 在现在 不要去迷信 不要去迷信 你要懂的是在低档 先去卡位布局的 那这种标题多不多 非常多 我再举几个例子 来 这个神盾 我也公开告诉大家 我说神盾吉拉 我们手中有 持股报老准备大掌 因为它是过高之后 整理了一阵子 666的神盾 过高 杀下来 这边打第二只脚 准备大掌 这个只要一出量上来之后 就上去 但是你不能等到它 你不能等它上去 上来这里 上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再去追 你要堵它过高 我告诉你 那就危险了 你要的是这一段 你要的是这一段 转这一段 你懂意思吗 你要的是转这一段 而不是说来到这里了 你再去堵说 老师 这神盾快要过高了 其实3005神迹就是这样子嘛 是不是 买完 隔天涨停 卖掉 再做个短线 赚两次放口袋 不能参加除息 直接今天怎么样 重挫超过7个百分点 你看 是不是 这个高利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这个大底成型 还有大行情 是不是 结果一涨 涨到65% 那涨到65%到这里来 我也不会去追这种股票了 为什么 我问各位嘛 那我现在去追 我不是要帮这边的人解套吗 这边是不是出量 这边出量一定有套到人 那我进去买 帮人家解套 何必呢 可是 你在底部进场 整理完毕 底部进场上去 当你整理完毕 底部进场的时候 它的格局 就非常大 就非常大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你跟我说 这个天润 我昨天跟各位讲 天润经过减制之后 它的每股净值大幅提升 比8016细创还要高 获利数字差不多 股本几乎一样 股价比细创低 对不对 所以天润在这里 我说 它有机会去挑战这个 压下来赶快买 压下来赶快买 因为它这个地方 打底完之后 准备要上去了 所以你在压下来之后 你在这里 你轻轻松松的 下去买 不要怕 像我跟你讲 那建策有没有 还没有突破之前 去买 对不对 全部组别的会员都有 有信心才能叫所有会员都买 然后呢 对不对 开开心心的 那上去这个地方一定会震荡 震荡怎么样 很简单 获利入带 有拉回再接 你的资金就活用了 那现在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些股票你都没有做到 丁老师告诉大家 你们的机会来了 要开开心心赚钱了 我们综合刚才所讲的 第一个 鸿海为什么会涨 除了它的GP200架构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它过去都没有涨 它突破之后 好 你看这样的信力 也是一样 创高压回 这样整理完毕 做最强的股票 上药集团的 来 有没有 坚持不拉上档停 没有关系 抱歉 不好意思 这刚发动 你看一下 它有拉回 在这里整理完毕 就有机会去过高 但是你不能等它过高 你懂吗 它会变成最强的股票 那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刚刚发动 刚刚发动 去年 应该讲去年的获利数字 大概落在一块 今年直接上看四块半到五块 而且一样 前面拉上去之后 亮缩压回 这个地方整理完毕 第一根 好 在这里 有机会过高 因为 阻力也被套到 各位懂我意思吗 阻力被套到 这个地方阻力被套到 所以你这个地方整理完毕之后 你要赶快跟 突破之后又是另外一段行情 因为明年的获利数字 比今年倍增倍增再倍增 另外这张股票 突破我看三位数 它具备机器人跟散热双铁台 好 那很简单 我也跟大家讲 今天 来 你们过去看到了 包含了星星 包含了神机 这些股票 我是不是带你赚了价差 整理完毕是不是上去 包含了高利 是不是往上 带你做什么 最强的股票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 很棒 很开心要告诉大家 好 你打电话来 跟着我 我亲自带你 做最强的标的 好不好 我专人带你做最强的这个标的 今天功效涨停 好 那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在这里整理整理 今天功效涨停 所以前面都没有赚到也没有关系 打电话进来 今天 宇哥 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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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就是明天 跟着我操作 我专人带你 我们天天都有 掌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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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